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月 新的一天有挖矿开始 咧 怎么还给我着火了 我反手就是一块岩石 扑灭你的小伙喵 小伙伴们也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呀 小月消防讲堂 开课啦 由锅着火 不能泼水灭火 应直接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 令火窒息 煤气罐着火 要用浸湿的被褥 衣物等五盖灭火 并迅速关闭阀门 家用电器或线路着火 要先切断电源 不可直接泼水灭火 对啊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来 得先造个熔炉 到时候可以野炼金属 烤烤肉什么的 OK 打工告成 接下来再造一个石橱 将土地表面开垦出来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五块 六块 七块 然后在上面撒上小麦种子 种上橡树树苗过不了多久 我就可以快乐地收获小麦和橡树啦 诶 接着还是继续把土地面积扩大吧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这首歌给你快乐 你又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眼睛鼻子动一动耳朵 装怪耍帅换不停风格 精神有太多未知的猜测 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哎呀 赛赛汉 感觉像是建了一个天空之城呀 怎么又来了一个僵尸 看起来不是很友善嘛 离我远一些 不要过来 快走开 你再不听话那我可就动粗了 哎 不听小月言 吃亏在眼前嘛 呃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我是吸引僵尸体质吗 我想静静 石块不够了 再回去多玩一点吧 挖石矿的过程 实在太无聊啦 上次有个小伙伴提醒小月 可以做圆形台阶 这样可以省下好多力气 虽然小月早就知道了 但是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好的建议 都可以告诉小月我哦 在这里先谢过大家啦 哎 什么声音 那边来了一大波僵尸 赶 赶紧找个地方躲一躲 小伙伴们 我 我先消失一会儿 下次再见哦 拜拜